嗚呼 嗚呼呼 整顆已經達到了 0.1公斤 謝謝大家 NOS NOS WASU NOS 我們今天要 幹嘛呢 再來個高級轉音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一個很屌很屌的東西 這個東西 足以毀滅目前的攻擊生態好不好 這東西是什麼呢 我有一個夥伴 阿宇 阿宇他今天搞了一個套件 來請我試用 然後這個套件我跟大家講 它的單一個重量 就比整顆完美鳳凰還重 我跟你講這個不誇張 因為我剛才其實有拖完了幾場 因為我撲不及待 這個零件太扯了 來 就是我們這一個 超級Omega 軸心 然後你知道這個軸心它下面是什麼材質嗎 它是用銅合金 怎麼這麼沉 只有軸心 就比完美鳳凰再加上十結 再加上軸心的重量還重 我跟你講 它單顆 就已經超越 任何任何 任何 駝的重量 重點是喔 因為自然它Omega軸心 讓它是一個很鬆的軸 可是呢 我們的阿宇把它搭載了 大軸心 好好的 好 因為上一期玩過史上最重了 所以這一期的話 我覺得一定要弄出一個 絕對不會被極被配置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試玩一下我們這個 超級銅合金 Omega軸心 哈哈 不行我好像很像 這太誇張了啦 這到底什麼鬼啊 牛逼 好 所以我們今天來送一下我們今天的任務喔 配置我決定使用我們的Omega 然後那鐵的部分的話 當然是使用我們這個 最重的ST鐵 這Omega軸一共有63克 然後加上這個已經27克 90克了 哈哈哈哈 因為我想要拉體驗它的穩定度 拉變得可攻可守 這樣打起來才好好玩 所以我決定使用這個 金色的 RG4 而且這金色RG看起來很像魔王 所以我們這樣子 整顆已經達到了 0.1公斤 謝謝大家 這太誇張了我的天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擊破這個 絕對不會被擊飛的 魔王RG4 順便練一下我們的攻擊心 來 狗狗 來囉 由於我怕我今天 我打不贏這顆 0.1公斤的陀螺 所以我們在這邊行政一下 規則報上下 規則 好 所以規則它不是以爐下好不好 所以到時候 我們如果一直連輸的話 至少它有一個反駁的機會 所以呢 這時候牌序又非常非常重要 第一個 我覺得這樣是我們這顆 暴風天盤 其實第一個是來送的 沒辦法 水突然狗 水突然狗 啊 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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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來來來 給我個漂亮的梅花 哇 完全不會倒 哇 太誇張了 下面一顆王 這一顆 阿吉利斯 水兔王國 水兔王國 很硬很硬很硬 啊 可惜 哇 完蛋 喔 有有 哇 好像不行 沒辦法 都不贏都不贏 哇 涼了 因為我們現在觸發條件 所以我們等一下那一顆可以使用兩次 就是我們這一顆 勝判消除 我還特意拿全新的喔 最利的那一種喔 水兔王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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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 秒殺 水兔王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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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毒 喔消毒 啊 可惜了 來 下面我們這一刻 雙子聖強 來囉 打水圖王公 水圖王公 喔有有有 這沒花這沒花 啊 不可能不行 打不贏 衝自己戰勝 來囉 水圖王公 水圖王公 快快快快 沒花沒花沒花 我們今天任務成功了 由於我們現在任務成功 可是我還是想要測最後一顆 因為最後一顆是我私心的配置 來 拍學生劍 BLSW 來囉 希望這個可以過好不好 我就開常見模式 我就跟他開做 水圖王公 水圖王公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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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劍直接 哇哈哈哈哈 直接把他砍殺 哇 大家看 一二三 看到四重衝擊耶 哇 哇 可是我覺得賽道 不然我們再試一次 水圖王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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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我們的阿宇 阿宇 阿宇太屌了 他都一些我沒有辦法用的金屬材料 製作出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哈哈 太屌好不好 太屌謝謝你 OK啊 所以呢這算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攻擊流挑戰賽 算是一個原版達成的 而且有幾顆 尤其那把劍 那把劍 讓我非常非常訝異 好 以上我們在這邊 錄下這邊喜歡 再分享到每週每週的節目 我們一起 掰掰 掰掰